各位先有,欢迎观看三生三世枕上书,我知道,姑姑,九重天,喜吴宫若说这九重天中还有何处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,那喜吴宫中的一览芳华便算是了,每一棵桃花树都是太子叶华为素素,也就是自己的姑姑亲手摘下的,凤九明天,喜吴宫若说这九重天中还有何处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,那喜吴宫中的一览芳华便算是了,每一棵桃花树都是太子叶华为素素,也就是自己的姑姑亲手摘下的,凤九明天,喜吴宫中的一览芳华华便算是了,每一棵桃花 每每看到都要羡慕一番,奶奶,带阿黎去做功课,我们姑姑俩有些提及话要说,你们也都下去吧,儿臣告退,白钱猛然做其身,似乎想到了些被自己忘了多时的一些旧事,在心中滚了个来回,终究还是没忍住,说起来,我倒是忘了一件事,当日将这东荒交到你手上,本该在帝君亲自见证下完成,只因当时姑姑万念俱灰,才误了这事,如今横该去拜访一下帝君, 东华,姑姑你明知,白钱慢慢躺了回去,琢磨着这狐狸心里头该是有些怨气,不然也不会这么大的反应,心口不一一像是他们姑子俩的性子,抿了一口茶,润了半个嗓子,直接顺着床帕边躺了下来,好,我不逼你,我也罚了你自去吧,不是说提气话,这么快就让自己走了,这姑姑还真是,太成功我可听说,清修女君上九重天了, 东华执着杯子的手略停了停,又慢慢动起来,细细看着这杯子上的纹路,倒是都不错,就只是杯盐处有一个小小的裂缝,还是造了些,你就不急,接着说,小阿丽不是最近要过百岁燕,顾摸着太子妃也是因着这件事,才把凤九带回来的,所以,东华愣是听了许久,竟是一个眼神都没赏给他,连送信里头此时都是疑问, 若是前两日,他早就去窥探人家小狐狸的一举一动了,怎的今日,真的是急死我了,这女君如今就在一览芳华,你派思命或是重银一份情铁人不就来了,不需要,不需要,若是旁人不明白,东华的心思还好说,连送着几乎日日都跟在东华身边,寸步步离便是他这颗心中装的都是些什么,他都明白得很, 凤九自打入了九重天,就一直是坠坠不安,就算是团在九重天那轻轻薄薄的云被中,也根本没有什么困意,哪怕是带着哲言那胡桃花醉的醉意,也根本不想入睡,你瞧,在一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宠物罢了,知鹤的那句话一直在他心里抹不下,更躲不开,其实比起知鹤来讲,凤九更无法接受的却是那姬衡与东华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,让自己每每看了便更觉心烦,姬衡, 是洪荒时代东华帝君坐下战龙孟昊的孤女,虽说是个魔族之女,却并不是个娇蛮任性的脾气,只是他自初生起,便不知因何缘故装了秋水毒,也因此,东华一直将他养在九重天的太陈宫中,是为这同孟昊征战多年的军中情义,虽说他也是长了一副花容月貌的模样,却也有一点不好,就是太过娇弱,而那时候,他总是因着自己那娇滴滴的身体,屡次桃巧慢着, 乖乖,后来,还做了些凤九不愿意提起的事,林宠,最初的凤九也只想去简简单单的做一只小狐狸,可看多了私命画本子里写的那些红尘情事,自己也会想去试试,而东华,很符合自己作为少女时期的期待,但无疑,她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春归梦里人,她气她怨,气的是她什么都不说, 就算是有些事是为她好她也不说,而气得却是什么事都要自己扛,我既想见你,又不想再到你,整整过去五个日夜,她并没有再进入阿兰惹的梦境,似乎她在慢慢从那处伤情中走出来,所谓伤情,伤的也不过是阿兰惹和西泽之间的感情,凤九虽说是伤了些心神,毕竟那两万年同东华的那段, 在短暂不过的陆睡情缘里,仍旧还是没得到任何回应,她已然是有些心晦意冷,再加上,后日便是阿黎的生日宴,阿黎说她想把这场生日宴放到最美的瑶池,不过以她如今这么小的年纪,喜欢热闹闹的也还不错,只是瑶池,实在是离泰晨宫太近了些,那两万年的时光,她已经是熟络的不能再熟络了,哪怕是闭着眼,她自问也能从南天门找到去泰晨宫的路, 就算是她如今在喜悟宫中,依旧能从一排排的高瓦间找到泰晨宫的方向,有一句话叫做近相情窃,在这里却可以称得上是近泰晨宫情更窃,不是无望,并非不念,而是不知面对她是该说些什么,东华,你可会来,大殿内安安静静的,只有这句话一直在她耳边盘缓着,借聊的夜,寂静的夜晚,和两颗躁动不安的心,而比起那两颗不安的心外, 或许泰晨宫中的那个人更要为难些,那人不是东华,更不是今日来寻东华的联颂,而是作为心生气窍的众林,姐姐,你就不能早些起,小阿里本打算第二日起个大早去叫上凤九一道,去采些新鲜的露水回来烹茶,或者做糕点吃都不错, 却不曾想这位凤九姐姐昨日一整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,却没想到自己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,后来实在是没撑住,一头睡在云被里,而当自己醒来时,却正正看见糯米团子撅得老高的嘴,在小辈面前是有些说不过去,而且自己来这儿,就是帮着姑姑照看阿里,自己去, 姐姐昨日想了一整夜的事情,都是为了带着你,好好在这九重天上好好耍一耍的法子,所以才起得迟了,你,原来如此,那姐姐快些洗漱,洗漱好了就随我去摇池逛一逛,顺带着看看后日的百岁燕摆在什么位置最好看可好,这阿里的机灵像足了姑姑,而这举止动作,却像极了姑父一百一眼,倒是让人忍俊不禁,好啊,反正近来我也无事,姑姑可在一览芳华, 丙女君,娘娘并不在一览芳华,而是陪着乐婿娘娘去看看,还有什么东西要为小殿下生日宴上天的,怕是一时回不来,我知道了,你让奶奶同我一道去吧 这九重天虽说也是来过许多次,怕也都是过去的事了,有许多路都已经忘记了,凤九退了来时的一身白衣,换上了九重天的青纱,一层层的叠照下,倒是更衬出凤九的好身材,只是这轻飘飘的衣袖和衣服, 实在是有些走不开路,嘴之右出的倒是走出了华贵大方的步调来,只是还没等凤九和阿黎迈出喜无功的大门,便被急吼吼冲过来的米谷给撞了个阵着,你是怎么看路的,这么急是敢去投胎吗? 凤九摇头暗叹,米谷这人什么都好,唯独是不能遇到急事,不然什么东西他都能忘个精光,凤九女军,冬慌,还不等他说完,便被凤九直接用竖法封了嘴,然后便见他略做抱歉的回身对着阿黎说,怕是姐姐所管辖的地方有什么不妥当的,我得去看看,今日怕是陪不了你了,等你百岁咽上姐姐再陪你可好,阿黎有些不甘心, 可终究他也是懂得一些分寸道理,闷闷的低头就不再说话了,奶奶,把阿黎带到姑姑那里去吧,若是姑姑问起,就说,说青秋有些事我要回去处理,不由分说,凤九拽着米谷就闪生出了九重天,说吧,到底是什么事,值得你这般火急火辽的上九重天寻我,魔族七军之一灭出淫,今日入了青秋寻女军,寻我,难不成他还是对我这一身的狐狸皮情有独钟,不至于吧, 这件事不是已经过去好些日子了,这人今日莫不是中了什么鞋,还有呢,他送了一封战帖,说是要同女军女比武切磋,凤九挑了挑眉,就在坍坍踏入青秋的结界之前又退了回去,琢磨着自己到底该不该接这个战帖,虽说自己一向在武学上下了一番苦功夫,年轻的时候也曾提着自己的剑,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四处寻觅美食,但那毕竟都是过去的事, 尤其上一次他将自己的狐狸皮给框走了,害得自己当初险些在阿兰惹的梦境中就此魂飞魄散,虽说后来敌军也没给他留什么好果子吃,但自己也是有气在的,所以自己若是阶下,便只能赢,走吧,去见见也好,看他又要说些什么花样, 这聂初一说起来,也是个十分有意思的君王,他这宫中的一众妃子们,皆是一些圆毛的,什么狮子啊,老虎的却不知为何单单在一次机缘巧合下,看上了这个通皮赤红的凤九,是以这位魔族君主,对凤九这身毛皮惦记的不是一点半点,上次还是哲言去了这位魔君的府邸,将自己这一身,原本的狐狸皮给要回来之后,才算是乌龟原主, 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